暑假到了就是锻炼身体的最佳时机 今天我们来到了台中市柔道馆 由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所举办的暑期柔道营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柔道营的精彩活动内容吧 一到暑假学生不用上学就喜欢往外跑 为了鼓励学生从事正当的运动 避免青少年犯罪受到毒品的诱惑 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 特别跟台中市柔道协进会 举办109年暑期柔道体验成长营 活动当中安排专业的教官 教导大家正确的柔道身段跟礼仪 希望培养青少年正确的生活习惯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那利用这个机会啊 我们会做反诈骗 反毒 反黑 反飙车 反原胶等等的宣导啊 让我们青少年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 不要去接触毒品 今年的暑期柔道体验成长营 选在7月16号17号两天 场地是台中市中心街90号的柔道武德馆 台中市柔道协进会理事长 还特别安排好几场表演赛 让新来的学员跟小朋友来观摩 让大家互相认识交流 又可以锻炼强健的体魄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第二分局 长期以来我们都一直 暑假都一直配合我们的青春专案 让我们的学生在我们的青春 在暑假期间 可以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 因为今年的暑期柔道体验成长营 也吸引很多民众带着家人来参加 台中市警二分局侦查队人员 还趁着这个机会进行预防犯罪宣导 让青少年远离犯罪 二分局也提供许多预防犯罪宣导品 希望加强学生跟家长的法治观念 让台中市的青少年 度过一个快乐健康又充实的暑假时光 记者陈文旭、李嘉金、刘文轩 台中报导 委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